揮揮手藍小黃 問獎跟乘客都很有禮貌 但這卻是一場詐騙之旅 從台北市永吉路一路繞 開到萬華區的巷弄 這名乘客講得天花亂墜 好像真的很有錢 不要不要 有錢的時候要交的 我們就要交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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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裡 給你等一分錢 乘客說下車要去收支票錢 還跟問獎借了 三千多塊的零錢 說要換錢 結果問獎吃吃等待 乘客卻不肯 沒有回來 這是老實的司機 才知道自己被騙了 這名小黃騙徒 刑進大台北地區多次行騙 警方獲報 但由於身分難辨識 直到這一次被清楚拍下 總算栽跟頭 會向司機吹噓說 自己的行情有多好 那因為要跟朋友收錢 那剛好零錢不夠 所以跟司機借 身上所有的零錢 遭到警方圍捕 還一副無所謂 41歲的實行犯嫌 將其身價多高 其實是獨從一條 警方清場 他至少涉及10起類似案件 得手45000元以上 他們也呼籲受害問獎 趕緊出面協助指認 接著科特3 陳俊庚台北報導 so 在呢? disci